HELLO 大家好 今次會和大家做麥提沙糯米糍 要準備的材料很簡單 有糯米粉、砂糖、朱古力奶、麥提沙和可可粉 第一步就是把糯米粉和砂糖混在一起 然後倒入一半的朱古力奶 混合後倒入另一半 在剛開始混合的時候 會好像一塊塊,然後好像不夠液體 但當你混合後便會變成這樣 這個時候在一隻大的碟上塗上一些食油 然後把剛才準備好的糯米粉 倒入碟裡 然後用大火蒸30分鐘 蒸熟了的糯米粉團應該會變半透明 還有它不會太黏著你插進去的筷子 如果可以的話便拿出來攪拌15-20分鐘 然後把粉團切成小份 大概是56份 就這樣 好了,那就可以開始包一些糯米糍 為了沒有黏著一隻手 就記得帶積氣的膠手套 準備好你的麥提沙 還有一碟 無糖可可粉 現在就拿一小份糯米皮 然後把它壓扁 變成一個枯圓形 然後就放一粒米粉在糯米皮上面 把這些邊緣全部包上來 然後好像撕人一樣 將它們黏在一起黏住 把它拆成一個圓形 然後放進可可粉裡面 這樣就完成了一粒 你只要重複剛才的步驟 直到包好所有的糯米糍就可以了 我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和嘗試做這麼簡單的甜品 我們下次見吧 拜拜 拜拜